欢迎来到张芳营 放到4.0的频道 来说回我们刚刚周六的世界杯吧 好吗? 动物世界杯吧 张先生 是的 我们的航家应该都是这两天回来的 我打算是隔隔多几天 让哥登回到英国之后 接下来问一下现场感受 稍后再一下 拜仙的早事 我们两个留在香港看的感受 有什么留意到呢? 首先先说大延门 我一向说 因为我们香港的回合採持 和英国的合法外围 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实际上是很接近的 近年发觉大家有个互相扯的作用 有人发觉如果相当太远 就会在另外一边下飞 特别是香港人 我就不太相信那些英国的大驻人 会有对香港的採持有兴趣 因为他们不惯这个浮动赔率的 他们一定要买下去固定赔率 就是等于香港人现在买波 买了多少 上本多少 他们是惯了这样的 但是香港的投注人 我相信一定有部分 有办法在英国外围裏補一些 或者移出来推 终于到最后 八匹大延门 就有七匹相同的 只有一场出现的大延门是不同的 就是那场金沙献 金沙献日本马呢 就是最后的香港都是延门来的 但是呢 原来那只欧陆阳台 最后在英国是成为大延门的 就是最后就不飞了 所以大延门那里要解释 就每一个庄 就是他们有很多公司的 或者那些临场那些 小的庄家都有算出入的 但是英国呢 就是那种赛制是这样的 赛后之后呢 就由那个马场 决定哪个大延门的 因为他当一当是可能会出入的嘛 有一档可能是相差两元 有一档是那只高一点 另一档是低一点 但是他们就统筹了一个 划一的赔率的 那他们如果没有记错 那时候他们去到英国就说 这些叫Betting Intelligence Officer 就是投注情报主任 就是不是情报主任 那个人决定统筹了很多的档口 然后呢 就决定了一马开跑的时候的赔率 叫Starting Price 那就根据官方那个 就是最后的欧陆平台是大延门的 那当然只是跑位置 那这点大家要留意了 再说了 我那次不是说了 那他就能天 р estavam 就是有件最后第一 puedan 你可能会召唤成十分的 那就是得到 这么的人 怎么办 拉很大 可以見到香港人有時預程買少許 不斷的感情費買少許 買到去由17倍開啟 人家在80倍我們香港都買到30倍 即是香港錢我們那個主導 就是香港的採持是主導了匯合採持 我認為再說很多次 雙語的秘密 他死口都不認了 但是我認為香港先佔了匯合採持八成 甚至九成 九成一定有 每場的情況不同 但是八成一定有 好了 見論了在採持和淺那方面 只有一隻大門贏的 就是世界馬王 其他人贏不了 很合理的 為什麼呢 雖然跑平榜 但是出賽馬匹的數目太多 那場10隻馬大門贏了 其他全部的賽事13、14、15、16 跑這麼多馬 這麼多對手 因為大門雖然有很大機會 隨時有隻馬會贏你 太多對手 很合理的 終於跑了三四隻位置 他輸給另一隻馬 交了水準 由此可見 不過這個下季先說 在杜拜買大門 根本就不太好處 因為大家對手強一跑錯 一拿不到位就輸 就是莫雷拉 知道那隻什麼嗎 《野田馬城》 《野田馬城》 是的 因為他雖然排內檔 但是他逼不了一個好位 搶不到一個好位之後 他在馬匹中後面 一條直路追上來差一點點 馬多啊 馬多跑轉賽事就是這樣的了 你跟歐洲不同 歐洲還好一點 歐洲你批不了一個好位嗎 有六百米 八百米 一千米 只能玩 比你追 還能夠夠 你跑轉彎賽真的不能夠夠 他不是跑錯的東西 就是搶不到一個好位 那就可以玩完了 當然我們就來播放王家亞事局 再提醒大家 一般的歐洲的一級賽事 出馬不多的 一、二、三級賽事平均都是 跑九隻、十隻而已 王家亞事局是近這十年 批得很成功的 正常常出十幾隻 Group 1 這就出現這個問題了 那CWOX外的大門 趋勝率不是這麼高 一般的在英國 那些大賽日 大門趋勝率是高很多的 就是不一定贏 那些大門贏的 但是大門趋勝率應該是高一點的 那這個是我們要留意的 那我們還要檢討 這個幾場賽馬之後 之前呢 我們不如預告一下吧 好 我們4月份呢 沒有轉播賽事的 因為他只有4月中一天 澳洲 澳洲 澳洲賽事 就不適合我們 那就是我們 或者現在正在安排 看看 都有時差問題也不容易了 我們有一天 是跑日本馬的 但是我們就嘗試和歌登 一定有賽前一個節目 但是未必可以做到live 因為根本 在英國的時差會有問題 少了一個小時了 現在英國 英國現在變了 只差七個小時 只差七個小時 但是都是問題 都是跑的時候 就是英國的三四點晚上 是嗎 所以未必可以的 但是我們休息一個月之後呢 我們五月開始開球 就有很多賽事 但是世界杯 和那些等等的中東賽事 最重要的賽事 是未長的 所以我們播 但是我們去年試播的時候呢 我們那些歐洲王家雅士谷 尾場呢 我們是不播的 原因是因為馬多 歲數最低的那場 還有呢 跑完都幾個小時 那樣東西 那就不同的 但是現在世界杯 這些十二點多 接受到 還有它始終是最重要的賽事 有什麼觀感啊 我們賽前呢 為什麼日本這麼誇張呢 八隻馬去跑世界杯 真是原來自在必得 他都不管哪些人贏 總之呢 有人留意到呢 他每隻馬用他自己的最好跑法 有些搶放 有些守好位 有些居中 贏那隻呢 就是留到最後的 是 前面敵到最後 然後在彎位 用正式的美國式的跑法 美國式是這樣的 你不夠快呢 就最好不要運到馬群那裡 就是不要居中吃殺 因為就是留到最後 留到最後呢 吃殺吃少一點 然後呢 跟著呢 就在中短呢 在這個三四大法力 這個你如果去美國看 就知道的了 全部是這樣跑的 就是你不夠快 就寧願倒到最後 就只是抄大外檔 就不可能在馬群之中等位上 草地才有可能的 沙地不可能的 吃殺吃死了 因為我們看到 是很嚴重的 理論上 在美國的 是有的 但是不是嚴重的 那麼厲害 但是 它的跑法也是有的 因為 這個呢 就比起我們香港 70年代 那條沙地跑道 的 已經不是很嚴重的 但是也是有的 不一樣 現在 我們的全天右派 那條沙地 有改良 即是叫做 膠沙地的 那條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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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慢慢說 因為 都不說了 因為呢 接下來的 歐洲賽事呢 全部都草地了 除了少量 法國的 低級的 膠沙地 那些大賽 全部草地了 所以我們先不說這些了 說回來 又和哥登 又和祖士 大家都預測 日本馬步六場 應該贏三場 那些下方的 比如金沙軒 那些 他們的機會不大 雖然那隻 青春口味 是熱門的 但是 始終是危險的 終於贏了三場 那比去年好像少了些 但是少了不緊要 今年的更厲害 最重要的世界杯和司馬經典 草地和泥地最高漲的兩場 證明了一件事就是日本馬現在已經 再給多五年左右已經可以征服世界了 起碼一件事就是中東和亞洲完全沒有對手 歐洲的敵人不是歐洲馬是場地 因為日本馬多數九成都不會跑淪地 而歐洲很多賽事有一半機會是跑淪地 除了入英國的夏天 我們遲些再訪問一下哥登 我去英國十幾二十年的經驗 六七月最少預算 八月都少 六七八月是最少的 其他月份才下雨 如果大賽是落在六七八月 其實跑乾快地的機會是很大的 但是日本馬就不喜歡去英國跑 不知道為什麼 少一點 他們就很喜歡跑海船門 我跟日本馬圈的人聊過 其實是一個心魔來的 原因是因為去很多自派最好的馬 在海船門都擦身而過 覺得一條氣不順之外 第二點最重要的是 前人有這麼好的馬都贏不到 如果我成為第一匹馬 第一匹馬就威上加威 他們的心態除了想贏一次之外 因為要破了以前的很厲害很厲害的馬 那些馬王都不行的話 如果我能夠得的話 就會很厲害 但是據問現在我們這隻的春秋芬 就未必會去跑的 初步又不是我們做記者 總之聽外國的報導 他多數不會跑海船門的 不知道計劃是怎樣的 我們不知道 我覺得春秋芬如果是跑 我覺得應該是去美國跑 用馬借杯 因為為什麼用馬借杯 又是跑左轉 又是跑乾塊草地 我覺得 我也覺得他應該是跑一隻 跑完之後 這場出賽前的評分是1、2、4分 就不算高的 以一級馬來講真的不算高 我們只要130多才是馬王級 我們很有興趣 稍後看看他的評分調估到多少 轉期來都不知道會跑哪一場 總之就有人認為是馬王 那我下一次想的問題 我預備了一個問題給祖士和哥登 就說 現在這個春秋芬 其實有沒有清出於藍 相比他爸爸北部園區 其實哪個好一點呢 當然現在還有進步 就算現在還沒有進步 那他還有進步 那會不會是更加厲害 比北部園區 到時找他們的專家評論 因為我近兩三年 才叫做留意多些日本馬 早幾年吃日本馬 我的印象都沒有 我也回答不了 那這兩個問題 下兩輯記得提過 問哥登他們的觀感 好嗎 好的 整體來說就是 吃一杯是好看的 菜式是好看的 唯一的缺點我都覺得 是跑快地 很多歐洲馬就不是最適合 還有呢 我總覺得直路短 只有四百多米 就是你包不了一個好位 很難追 雖然沙地就好一點 沙地呢 要不就一放到底 要不就前領馬 就最後二百米站在那裡 後上馬衝上來 就是兩個跑法 都挺過癮的 但是你知道 中東一年跑三幾個月而已 那現在都歇數了 我就不知道 應該好像其他的馬場 還跑久一點點的 就是這個 渡米跑 你有什麼觀感啊 我稍後還有一些補充 有什麼觀感 有什麼觀感 這一屆是 今年的整個賽期 我覺得是 那場賽事都很精彩的 真的難買過 難買 就算你中到一兩隻 你都未必那麼容易拖得到 所以說可能出馬多 還有今年整體每一場 我們再試試看 其實看完那些評分的區域 其實他們是很平均的 那些馬 是很近磅 可能那十幾十分 八分裡面的炸馬 其實都有機會 不能挖死 減馬方面 還有 中的難度是相對更加高的 因為什麼馬都有可能的 簡單來說 比較少死馬 甚至經典試馬最低分的跑來三 是啊 第三 跑來三是很難兼顧的 沒錯 薄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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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賽事 你問我就相當好看 今屆的賽事 薄彩我們的成績都不錯 我們還有三條Q的 是啊 其中有兩條是三十多倍的 所以在這裡 如果你們還沒有加入我們 導演問到 對 那些官媒的評論 我不是比較 好像看報紙和其它官媒的命送 都沒有我們這麼好 報紙也要原諒的 因為再說一句說話 根本一陣子就很快就要交稿 我們成績好一點應該是因為多了一天做功夫 一天多一天半做功夫 是不是 很重要的 他們不同 交稿你真的 例如你那星期六考碼 那星期五的中午吃完晚要交稿 我們不是 我們 他們都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的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是林昌 林昌執生 我想在這裏解釋一下我們的運作 趁這個機會 我們為什麽不等待他們走圈呢 其實是好的 但是有困擾就是兩件事 官媒也是這樣做的 官媒是看完完最後兩分鐘才給貼士提供的 那如果我們也是這樣的話 沒什麽意思 如果我們做到 早去一兩分鐘 那麽就是等於官媒 是吧 我們想早點給人一個在賽職上面 我們參考 我們的選擇 臨場選擇呢 本來應該的 但是我們再提 想提大家 我想你也明白 那隻馬行圈 你究竟 一級賽 二級賽 每隻馬撞了都不會是離譜的 一定是不拾了九成幾的 那你究竟的九成幾相對上次好了 還是差了呢 不知道的嘛 因為那隻馬可能第一次見 更加沒得比較 如果甚至你見過一兩次 是半年前的 你也不記得了 是呀 是呀 半年前 或者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就好些 比如說跑完沙特波 一個月後 如果那天馬跑過 看過一下就有印象 如果他不是的話 你上次看他三個月之前 或者是 半年一年 或者是 半年一年 是呀 沒可能的 你怎麼 recall 那隻馬的狀態 身形 比起上次呢 沒得比較嘛 在臨場三個月 我在香港出來的嘛 看看 相對上次有些印象 就是七成馬有印象 那些垃圾馬那些 就不理了 一般有一半以上馬有印象 然後 recall 今次的印象 啊 怎樣啊 那些馬 比上次好 進步了 所以看就走一圈有用了 那有些馬呢 就是很急的 香港 那一邊都是的 但是那隻馬是很急的 或者以往都是這樣 你不知道的嘛 那隻馬很急的 不要 原來他 馬性是這樣的 第一次見的 原來他走一圈都是這樣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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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的嘛 你看片 現在我們找個集會再講 看片 看片 選不是最好的 再講我們 我很堅持 因為 等於看足球 看入球 就是你只是看賽事最後200位充線 就是看入球片段 那一場球 九十分鐘 你停了十秒八秒 那就代表明白那一場球嗎 是吧 不行的嘛 那麽所以就 我認為看那個職是很重要的 那個職一定要看幾樣東西呢 就是看那個名次 時速不用理的 因為全世界的馬場都不同的 當時的評分呢 如果有的話 還有就是很重要的 看那個賠率呢 因為賠率根本是 英國合法外為賠率很準的 就是不會離譜的 就是不會無端端的 就是無端端的 有機會嘛 是20倍不會的 就是如果他20倍 就是當時被認為沒有什麼機會的馬來的嘛 那就是計算了 他這個馬 爆完腦 六十倍爆腦 就是他這個馬是符端的 那你就要再計算了 是吧 你一定要看那個賠率的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的心得 綜合來說就說 喂 肉馬者杯就沒辦法了 因為呢 時差問題就算播都是播一兩場的 是啊 沒錯 我們世界杯都看完 就不可以比較的 喂 誰好看點 誰不好看點 又是不可以比較的 因為我都沒有機會看完肉馬者杯 是吧 是吧 起碼我不會上網 心野四五看 我不會啦 但是兩道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杜拜那個format 好些的 因為一天跑了去 好過跑兩天 是吧 那麼以前這個 肉馬者杯跑一天的 後來越來越多賽事 跑兩天 那一天跑了去 跑十場 全部都是一級賽 你會覺得誇張些 長場都是一級賽 那現在這個杜拜的形式挺好的 就是三場二級賽 五場一級賽 就讓你覺得有層次 有些都知道什麼叫二級 什麼叫一級 沒有辦法的 這個又不是說他們選擇的 我覺得他們的 因為肉馬者杯 就是因為他是秋天跑的 他一定有很多兩歲馬賽事的 但是現在呢 北半球兩歲馬都沒出賽 那你怎麼撤兩歲馬賽事呢 這個他衰武啦 第二點 說明肉馬者杯嘛 那些癡馬很重要的嘛 所以很多癡馬賽的 很多場癡馬賽 但是呢 阿拉伯就沒有肉馬的嘛 就是中東沒有肉馬的嘛 那些馬全部可以愛爾蘭打中的 是吧 所以根本他也不需要 癡馬賽事 那所以呢 他呢 就可以精簡地 可以在八場一二級賽事 就跑完一天 是吧 那挺好的 我覺得挺緊張的 還有呢 他除了一場半場 拉得遠之外呢 很多都是35分鐘 那個節奏好 是啊 我也覺得是 有一兩場沒辦法 他儀式始終都要做的嘛 那挺好的 明年有機會都再做啦 那我們 我們今年第一次做 那但是我們希望明年有機會再做 到時才說啦 那這集談完這麼多先啦 那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訂閱我們這個免費頻道 和給我們一些鼓勵的like 那如果想成為我們的收費會員呢 就可以看我們這個 YouTube的文字版裏 那條link 可以click進來 就看到知道是怎樣成為 收費會員的方法 那麼收費會員呢 可以在我們 接下來 那麼多密集式的可愛賽事 歐洲的可愛賽事呢 都會聽到我們的職場的提供啦 本地賽事呢 張先生就會在看完沙圈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WhatsApp的一個短訊 就會出給大家 會員的朋友呢 就可以看看當日本地賽事 過賽區的狀態的 那麼歡迎成為我們的收費會員 或者是另一陣子 叫作人